寶貨聯盟跟臺灣戰生能源接種聯盟 共同一起還有前秋季委員辦公室 我們一起辦的這一次的能源民主工作坊 第三個系列到公民電廠 其實從剛剛開始的能源民主系列 我們討論的公民參與的機制 到上一次我們談電業法的修法 到這一次我們其實今天我們也邀請了台東達隆馬克的夥伴 要不要跟大家講 對那個武理事長 還有另外一位努力老師的夥伴 就是我們其實上一次在臺北辦過 也是在立法院辦過一個能源民主的記者會 那台東達隆馬克的部落他們也決定要有一個百分之百的那個能源的這樣子的社區 那今天這個工作坊的意義很大 就是說當這個部落他們希望能夠去看到這個百分之百的這個能源的那個社區 怎麼可能去達成 所以我們今天的整個的流程的安排 就是先從等一下會請 亂跟藍跟蘭 就是我們這個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的實行長 分享一下在那個德國宣導這個地方 他們怎麼樣從一些公公、媽媽他們因為立志不要何能這樣的社區 到最後買下了這個就是催生了一個自己的公民電廠的這個故事 然后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前德国经济办事处的总经理 总经理来跟我分享在德国公民工厂 他们整个的制度是怎么样推到 让现在德国成为这个世界的牛儿 那另外今天我们也邀请了这个王杜巴老师 还有徐光荣老师来跟我们去谈一下 目前的我们在推向公民电厂的这个困境 以及未来我们可能怎么样的发展 那我们也很高兴今天也会邀请到相关的 就是包括园明会经济部能源局 还有台电公司的代表都有一起来参与 我们今天一起针对这个公民电厂的议题 大家一起来关心 那首先呢我就也邀请台湾桓盟的学术顾问的代表徐光荣老师 他现在也是妈妈监督核电联盟的理事长 那我们请徐光荣老师跟我们转几句话 因为其实整个流程我不是很清楚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所以那个时间看起来我以为我要先准备 刚刚就在家里弄了很多有点乱 所以其实我觉得尤其是现在 这个气候的变化 天气变化很大 可是我们台湾呢 似乎没有关心到气候病经的问题 我们只有台电不光告诉我们 天气越来越热 我们不用核电 或者核电不演绎 我们就会缺电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认为不是 那国际上这个大家也知道 整个的天气变化越来越大 那国际上做了哪些讨论 我们台湾根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会严重到 以后我们应该用什么能源 我们有什么能源可以用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有这样子一个工作方 非常有意思 而且非常的 比将来台湾的发展非常的有意义 为什么未来就是分散式的 小社区的在地的能源 是主要的 是主流 所以希望今天大家能有一个 很多的收获 那我今天就跟各位先放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就邀请那个田委员 那个特别来这边 也跟大家 置一下欢迎一次 那等一下他也会去主持 在那个官员回应的部分 是不是邀请田委员 大家好 各位公民电厂的伙伴 这个我们现在自从太阳花雪 以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以后 现在大家都很流行 自己的什么样子起来 那我觉得自己的电自己发 这是事实上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电力 民主化的最后一礼物 那我常常说在英文里面 power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权力 一种就是电力 那在台湾呢 电力跟权力两个解密结合 那这个是历史供业 那我们从日本人统治台湾 台湾只有一个电力公司 到现在台湾还是只有一个电力公司 那综合电业就只有台电 我们在修电业法的时候 怎么修我们的电都要卖给台电 那我们的电业法 对不起 我们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问题 那我们要修电业法的时候问题更大 那虽然电业法没有修 我们的公民电厂也会有很大的困境 那我们跟大家报告 这个电业法的版本 民进党已经送到立法院很久 等了很久 那终于因为这一次的电价公事 执政党行政院希望可以透过电价公事 来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电力 不要每一次都在立法院挨骂 那那个时候民进党党法就要求他说 好那电价公事如果要坐下来谈有结果 那一定要把电业法 电业法送到立法院 而且不可以再阻挡 民进党电业法的版本 至少我们希望下个会期 电业法可以在立法院可以被讨论 那当然这个非常危险 因为只剩下一个会期 是不是真的有结果 那至少我希望说 我们让公民电厂相关的条文可以通过 我们让场网分离的条文可以通过 那我们更希望说 我们民间的电厂 我们发电可以直接给消费者 这些条文可以通过 我们就听这几个重点条文 希望可以踏出第一步这样子 那今天这个会非常的重要 也感谢各位大家 感谢那个我们的这个德国在协会的这个孔荣先生 孔荣让礼 孔荣先生 那非常感谢德国的经验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事实上就是施法德国 这个再生能源的法律 但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 我们千辛万苦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我们了不起的行政官员可以把它执行成施生能源阻碍条例 但是我是觉得说 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那世界上各国的资讯越来越流通 那我们这些行政官员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请那个台湾环蒙的那个刘军秋老师 来跟我们讲一句话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台湾环境保护联盟 非常高兴 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为台湾的这个所谓的 电业法的那个电力的制度化 出一份力量 大家都知道台湾环境保护联盟 从27年前成立以来 我们当然一开始主要是反合式 但是到现在呢 我们是觉得说 核能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贵核呢 已经是潜民公司的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们接下来就要做 刚刚讲的电业制度化 公民电厂这一部分 然后呢 当然零下会有 会来分享 我们希望能做到一些 某些社系先有一些示范 然后做一些 就是说我社系能够能言自主 那这个我们当然要借助 我们的经验 各方面经验 我们能够在台湾推起一个社系自主 电力自主 就是我完全不需要靠外面的电话 他们自己花电 自己用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下一步要做的 那非常欢迎我们今天来参加 我们的环保茶 非常谢谢 让我们等一下会有很精彩的讨论 谢谢大家 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先从德国的这个宣导的这个故事 开始了解一下 到底他们这个夫妇妈妈的这个社区能源公司 是怎么样去推动的 我们是热烈邀请赖芬兰 就是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执行长 来跟我们分享 好热烈掌声欢迎 各位好 那个我 很久以来就很期待有这么一天 我就把一部影片叫做 喧闹人的感觉 喧闹人的感觉 把它翻译成中文 因为我们在台湾 经常都会想到国外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习惯的方式也是短小精干 这样子 然后讲这句话 然后要求变成一个运动 其实在德国 他们会有今天像再生能源能够达到28% 其实他们也不是一下子有达成 而德国的再生能源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 其实最主要是来自于民间 那来自于民间 而且目前大概有100个以上的能源自主的社区 然后各个地方有各种不同公民电厂的产生 那这些都是 我们都会讲说德国可以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然后很多人就会讲说德国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它的后面有很大的一个力量 是来自于民间的觉醒 那我就想要把这一个 有关于宣恼人公民电厂 DVS对台湾的歧视 做一个PowerPoint 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说 把这部影片放出来 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就很清楚里面有非常多的环节 可是呢 我们在台湾始终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时间 虽然我们经常预速者不达 可是呢 可是我们经常还是在讲时间 那所以呢 我就尽量把这个时间缩短 虽然有这部影片 那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 能够到网路上面去 就在YouTube上面 有宣恼人的这个感觉 我已经把它翻译成专闻了 那这一部影片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宣恼人 宣恼是南海森林的一个北地小城 它的人口呢 只有两千五百人 没有关系 这个我昨天做的一个PowerPoint 不晓得出了什么问题 好 没关系 好 继续 那这个两千五百人的小城呢 它其实本来这个城里面 是以刷子工业为主 所以它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工业是刷子 可是呢 它在全德国让人家最最振奋的 或者是它最有名的 就是他们的EVS电厂 就是它的工民电厂 而且这工民电厂 他们奋斗了十年 当初呢 他们就有一批人 这些人全部都是业余的 没有一个是专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要讲工民电厂的时候 那这部影片的歧视就很大 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一个是专家 可是它没有一个是专家 为什么它可以成为工民电厂 而且现在形成 在对德国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影响 最开始的时候呢 是因为有一个小学生的家长 有些小学生的家长 他们因为反合 那是1986年4月26号 发生了车诺里核灾 那这个小城距离 车诺比大概是2000公里的地方 结果很不幸 他们2000多里的地方 还是会受到核辐射的影响 那么这些妈妈就突然之间 就觉得很可怕 不能到自己的园子里面去采蔬菜 不能让孩子出去玩 甚至连孩子在外面玩杀都不可以 那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恐慌 因为在一种很无助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们就不得不去想办法去得到一些资讯 那他们得到资讯的方法呢 刚才就是当初德国并没有告诉他们那么多 有关于核辐射的资讯 他们必须要自己去想办法 那后来他们就自己想办法的结果 就是沉溺了一个资讯在到处收集 然后他们就会知道说 哦原来在辐射下面有哪一些东西可以吃 哪一些东西不可以吃 然后他们也关心到车诺比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邀请了那个车诺比那个地方 受灾的孩子到宣导这个地方来疗养 那他们呢也在那个在同时去知道说 哇如果说有一天在他们那附近 大概有一个大概35公里的地方 也有一个核电站 如果说他们当时他们当地也发生一个核灾的话 他们将经历所有在车诺比那个地方 会受到的样子的一些经历 所以呢他们就去想办法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不要用到核电 那不要用到核电 他们第一个想的办法是节能 那他们就用一切方法去节能 就每个人他们在他们的家里面 大概就是开始去注意他们的电表 每个人在那个电表里面就开始看 那个诶今天那个电表上上下下是怎么样 我们今天节能的成绩怎么样 所以呢他们还做了很多的比赛 比赛的结果呢他们就最后就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其实他们没有说在让他们生活很舒服的情况之下 居然可以省下百分之十的电 因为可以省下百分之十的电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那他们就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就更振奋 就迈向了第二步 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再怎么省电 他们还是会用到还是会用到核电 那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怎么样 就是要自己来发电 那自己发电 而且自己来发百分之百安全的 无忽然的生态电 那这个事情想来简单 可是要怎么样子来做呢 那他们也就觉得说 如果说他们这个事情能够成功的话 等于算是帮助不只是他们当地 也帮助整个德国 甚至是整个世界 对抗这样子的一个核能游说团体 或者核能集团 所以他们当时就非常的有热情 就来这样子做 那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先去跟他们的平常就这样聊天聊聊聊聊的结果 那后来呢 他们就到社区委员会去 因为这个时候社区委员会同来之间 就给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说如果你现在跟我们现在的那个电力公司 他们那个德国当时也不是全德国只有一家 而是他们每个地区有一个所谓的试变 这个试变呢 他们如果跟他签合约 那连续20年的话 他们会给我们这个小镇有10万马克这样子的费用 那对于一个地方来讲 10万马克当时10万马克是很多 那后来呢 很多人就很兴奋 可是这些人他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是一种 一种勒索 如果给他签成功的话 那么他们就表示 再要用他的电20年 那20年里面他要给你什么电 你就得接受什么电 所以呢 他们就去募款 去募了10万马克 然后呢 他们也跑到社区委员会去 就告诉他们讲说 如果我们不跟这个电力公司 签这个延长的合约的话 那么我们就 给这个社区也10万马克 结果呢 OK 那就 那就不 那就不跟他们签了 那不过呢 这个事情 那还是要社区委员会 他们做一个表决 结果后来非常地紧张 他们终于就表决成功了 但是成功了以后呢 他们还是必须要面对 四年以后 这个 到底谁来发电 这一回事 所以呢 他们是不是有办法 到四年以后 他们是可以真正发电了 所以他们就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那 他们的准备是很有趣的 那个 第一 他们一定是 先去 先去 增加他们的知识 所以他们当时就 去增加了很多的 就是上了很多的课 当时德国当然也是处于 这个反核的那个时期 所以他们当时邀请了很多人 到他们的社区里面去讲课 那 有各种不同的人 那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那 全德国各地的 等于算是 有热情的人 都把他们的热情 灌注到这个小镇上面了 那所以呢 他们在里面学到了非常多 那 学到了非常多 结果到了 到了时候 他们终于 就想到说 他们 基本上 知识是有了 然后甚至 要想到 那个法律跟 技术的问题 那技术的问题 其实他们也在里面 有学到了很多 就是 像比如说 有各种不同的 那个 再生能源的方法 太阳能板 水力 那个地方呢 本来就有水力发电 所以呢 他们有水力发电 接下来呢 他们还会想到一个 除能的问题 就是 在德国 可以说 40%的能源 是运用在 热 就是 屋子里面 它的那个 就是 它的温暖上面 所以他们就想到 如果说 这40%的热 可以用其他方法 来取代的话 那就当然 就可以取代何能 所以他们有 就在德国 有一种 原来在他们的 地窖里面 就有一种 所谓的 气电共生 热电帘 这样子的一种设备 就是说 它发热的同时 它可以产生电 那所以呢 当把这个热电帘 就是气电共生 这个东西 放入了 再生能源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那这个 我们反合一定成功 我们自己来发电 一定成功 好 他们当然在里面 学到了很多 然后技术也不成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 他们知道啊 如果要取代 这个原来 这个 这一家 这个电帘公司的话 他必须要用很多的钱 就是 我们要用到电 一定要有电网 所以 所以他必须要把 这个电网拆下来 要把这个电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